在这年头你要寻找一辆家庭车 C-Segment 的 SUV 绝对是首选之一 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国市场上 C-Segment 的 SUV 可以用百花齐放 竞争激烈来形容 各大的汽车品牌都真相推出自己的 C-Segment SUV 来抢分这一块大饼 但是 身为东南亚老大的 Toyota 竟然在这个 Segment 上缺席多年 不过 迟到总好过没到 今天 Toyota Malaysia 终于带来了全新一代的 Toyota RAV4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试驾的主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新一代的 RAV4 在造型上看起来就 非常的大两 很 muscular 的感觉 实际上它的这个车身尺寸也是同级当中的 一个佼佼者啦 它的车长达到了 4600mm 而轴距呢 则是 2690mm 在这里我也放出一个列表 就列出同级的对手 以及这个 RAV4 的车身尺寸 让大家做一个比较 唉 我这样子蹲下来 我就发现这辆 RAV4 的这个车头 真的是蛮大的 感觉上我有点小致的感觉啦 那这个前脸造型呢 其实呢 导入了这个 Toyot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我们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很锐利的这个头灯组 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像 Toyota Rush 然后这个水箱护罩呢 它是采用一个多角形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阳刚啦 只是这个隔山的设计呢 稍微让我想起了一个东西 我的这个摄影师告诉我 这个有点像他家的五金店的那个店门 那讲完设计 我们来讲一讲它的配备 这个头灯组呢 它是一个 LED 头灯 但是因为这个 RAV4 呢 它是有导入 Toyota Safety Sensor 所以这个 LED 头灯其实是拥有这个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那同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 Logo 呢 它并不是那种传统的 Logo 而是一个 扁平式的 Logo 啦 那其实是因为它内置了这个雷达感应器 也就是说这辆车其实是有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寻常 而且还具备这个低速跟随系统的功能喔 而厂会下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amera 也就是说这辆车 它是有这个 360 度全景摄像头的 那在有 Camera 之余呢 它还有这个 Sensor 所以这辆车 以便利性来讲啦 我是觉得是蛮丰富的 以往 Toyota 的车款总是给人 保守沉闷的一个印象啊 但是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车款呢 在导入了 King Look 的设计风格以后啊 可说是大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 RAV4 在车侧的设计部分就非常的有性格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啦 那原厂是为这个 RAV4 定位成一个家用型 然后比较实际 比较休闲风格 比较硬派的一个越野车形象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侧呢 它其实是设计成非常的粗犷的感觉 像是导入了大量的硬线条设计 然后这个车顶也是有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时下最流行的元素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它的这个 C 柱的部分 非常的粗壮的感觉啊 加上这个尾灯柱啊 整个就是很进来 很锐利的感觉 整体呢 我觉得很阳刚之余啊 也很时髦的感觉 其实这个 RAV4 在外国是备有两种不同的这个造型设计的 一个是比较斯文一点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运动化一点的 那我国的这个 RAV4 就采用比较斯文的这个造型 所以在轮圈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比较 设计比较简单的18寸轮圈设计 这个五幅式的轮圈呢 它采用了一个蛮glossy的一个高亮银啦 看起来其实质感是很不错的 那轮胎部分它使用的是一个 Bridgestone Eltinza 的这个 SUV 车胎 此处为 225 60 18 同样的在车尾部分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这个 RAV4 就导入了 Toyota 最新的这个家族式设计风格啦 像是这个尾灯柱呢 乍看之下其实和这个 Toyota 的 Rush 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在这个 RAV4 身上呢 它是更加的立体 更加的精致啦 我个人就蛮喜欢这个尾灯柱的造型 我觉得在晚间的这个变色度是蛮高的 然后这个车牌四条呢 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感觉 整体加上保险感下方的这个扰流器设计 整个就是很休闲 很越野的感觉 那我们这一回试驾的这个是 2.5 版本嘛 现在 Toyota Malaysia 所推出的 RAV4 只有单一车型而已 那这个 2.5 版本呢 采用的是一个双边单出的排气围管设计哦 Sporty Bro 作为一辆 C-Segment 的 SUV 电动尾门是必须要有的配置 但是这个 RAV4 它还多了这个脚踢式开启的功能 OK 那首先我就看到这个原厂标配的后面的这个 Dash Cam 还蛮好的 那这个 RAV4 的尾箱容量是达到了 580 公升 原厂也声称这个尾箱呢 是同级之中最深的一个车管 那我现场这样实际用肉圆看的话 我是真的是觉得是蛮深的啦 然后我有带行李来做一个测试 不过在测试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 Floorboard 了 原厂蛮贴心的啦 因为这个 Floorboard 呢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有这个 比较像熔面的一个设计以外呢 转过来 哟 它是一个硬יד plastic 的表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时候你可能 去野餐之类的啦 你会在一些 可能会有 涤到ением水呀 或者是泥呀这些的 情况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这个 Part 转过来 倒反方 哎呀呀呀呀啦 这样子放的话呢,你不要讲载水啊,载泥啊 你要载载车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肮脏的东西啦,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测试它的这个尾箱容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深 我带了很多行李 我是有点 Impressed 到啦,因为 我随便随便放,它都还有很多空间 而且重点是哦,这种大型的行李箱啊,你要打直放,站折都不是问题 空间真的很大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我国目前的RAV4 只有2.5L 一种车型 所以它搭载着这具引擎自然是2.5L 的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也是目前Toyota 最新最夯的引擎啦 那这具引擎在RAV4 身上可以产生207PS 的最大马力 风之软率则是243Nm 并搭配来自爱信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我国的RAV4 是一个前驱的配置啦,也就是说它是 Front Wheel Drive 它没有 Over Wheel Drive 那我看到的这个引擎它的摆放位置是蛮低的啦 相信它的重心应该蛮低的 加上RAV4 使用这个 TNGA K 的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拥有高刚性 还有这个丰富驾驶乐趣的特性 所以你说它不香吗? 待会试驾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知道 不过在试驾之前,我先带大家看一看内装 那在介绍这个内装之前,我知道大家肯定要吐槽一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了 没错,这个造型复古的电视机箱头的设计呢 来到了我国的RAV4 身上 那我知道外国就是比较漂亮嘛 就使用一个悬浮式的设计啦 至于为什么我国的RAV4 会多了 这个盖勒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装的唱机啦 它是拥有 CD Play 的功能的一个 2-link 唱机 可能原厂比较贴心啦 想到我国的RAV4 买家 很多可能都是稍微比较年长一点的这个顾客 然后可能他们是会有听 CD 的 所以就采用了这个唱机 也因此 我觉得这个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遮掉那个 2-link 的 body 但我觉得这个盖还好 重点是为什么这个 2-link 的唱机要使用一个 7 吋的小萤幕呢 因为这萤幕哦 让这个边框看起来非常的粗 就整个那个时尚还有那个科技感就扣了很多分 但是你不要看这个唱机哦 好像很简单不补动 因为它支援 它终于支援 Apple CarPlay 的功能 而且它的这个萤幕哦 这个 Resolution 还蛮高的 就是蛮高清的感觉啦 其实整个用起来还不错的 那除了 Apple CarPlay 以外 这个 Google 的 Android Auto 这个唱机也是支援的 其实和外形一样啦 这个 RAV4 它的内装部分也是比较休闲风 然后比较实际一点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这种贴心的小事 就像是这个 这个植物空间呢 它就有一个 Rubber Pad 这样子的一个材质 它也比较容易清洗 比较容易打理啦 就是你可能去玩水玩沙之类的 直接把东西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但是呢 虽然说它是走一个实际路线啦 可是它的质感方面还是很丰富的 像是这个 Dashboard 呢 它上面就有这个软塑胶 然后这边呢 是有一个阵缝线 然后这个摸起来 我觉得是 Soft Plastic 啦 可是它看起来很像皮革 整个质感哦 无论是视觉还是触觉上都是很丰富的 那同样的 一切的这个按键啊 还有这个操作啊 都是很揪手 很容易很方便的 然后这个仪表盘呢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半 Digital 的设置 就是中间有一个 7 寸的这个显示屏 旁边呢则是 Analog 的这个 RPM 表 以及这个油表和水温表 OK 这台车是有水温表的 至于这个中间的部分呢 则是一个双去红的空调 然后下方有两个按键 这个蛮特别的 它是这个前座座椅的通风功能 也就是说这两张座椅是有 Aircon 的 而且它有三种风速 在我国这种天气之下 其实是蛮好用的啦 那在中间这部分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个电子手刹 以及 Auto Hold 的这个按键 这个电子手刹哦 你只要打去 D 它就会自行 Release 打去 P 它就会自行锁上 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电子手刹啦 然后下方则是这个驾驶模式的按键 那在这个排档杆前方呢 就有一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加分啦 但是如果你觉得无线充电的话 太过慢的话呢 其实它还有三个 一共三个的这个 USB 插槽 你要充三架手机都不是问题 驾驶座呢 是有电动调整的 然后还具备记忆功能 但是副驾驶呢就没有了 它是手动的 这个就稍微可惜了一点 那除了这些实用的配备以外 在安全性上这辆车也是满分 因为它除了有这个七个 airbag 以外呢 它还导入了这个最新的 D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些系统包含了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车盲点侦测 还有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啊 它的这个车道维持辅助蛮特别的 有一个叫 Steering Assist 以及 Lane Tracing Assist 的功能 基本上多了这两个功能啊 它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半自动驾驶 我觉得以家庭车来说啦 这个新代 RAV4 的后座空间表现 是非常的出色的 大家从镜头就可以看到啦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这个腿部空间的距离 是有三个拳头那么多 所以头部空间也是非常的丰富 达到了两个拳头诶 这个空间超好的 整个空间感觉是十足的感觉 也让你 我现在坐在这个后面啊 我是觉得这辆车很宽敞的一个感觉 那加上这个座椅哦 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柔软 而且这个椅背呢 它还可以进行一个两段式的调整 哇这个角度就对了嘛 我觉得坐长途的话啊 这样的一个座椅 绝对是我想要坐的一台车 这一台车 后面是有这个我国必备的 这个后座空调处分扣 下方还有两个 USB 插槽 所以这台车我目前看到的是 总共有五个 USB 插槽 非常的实际 这辆RAV4 2.5 版本哦 它的最大马力是207PS 峰值扭率则是243Nm 那这个峰值扭率是在5000转 释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数据看起来其实是蛮 让人期待的啦 那究竟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如何呢 首先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 0-100 测试好了 OK 现在因为这辆车是有三个驾驶模式啦 Eco, Normal 还有 Sport 其实我这点开都是开着用着这个 Normal 我都觉得这个动力都蛮不错了 那我先试看它的这个 Normal 之下 0-100 加速是如何 所以 OK, Ready, Go! 50, 60, 70, 80, 100 还蛮不错的 它的这个除了起步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反应有点慢以外呢 它过后那个马力还有扭力来的过后啊 那个整个加速感是蛮积极的 OK,那我现在就试看 在 Sport 模式下 这个加速表现如何 OK,首先切换至 Sport OK, 3, 2, 1, Go! 70, 80, 90, 100 OK,那基本上呢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Normal 和 Sport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是差不多的 只是讲在这个 Sport 模式下呢 它的那个转速会拉到比较高 刚才我看到是大概拉到六、七千转左右 那其实 Normal 它也 你只要大踩油门啊 它也是拉到一个五千到六千左右 这个巴速的自排呢 它的这个 换挡表现啊 我可以用积极来形容啦 这个和我之前开 Camry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 Camry 那个是旧的 2.5 加上六速自排 马力也比较低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和 Lexus EX 一样的这个动力组合 200 多匹 我不会说它是很有力 可是它可以用充沛来形容 那包括其实我这几天也是有开着这辆 RAV4 载满人 五名成人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开着它 加速无论是加速也好 动力表现也好 我觉得整个都不会让我觉得没有力 甚至我觉得它的这个动力的那个感觉 那个表现啊 还是很充沛 包括我要超车那些 其实上斜坡也好 我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如果和现今流行的这个 涡轮增压引擎相比的话 那这一个动力组合这一具引擎它的这个 前中段还有中段的那个扭力表现就没有那么的饱满了 那讲完这个动力表现我就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底盘 其实我觉得相比之下 这辆车的这个底盘才是它的精髓 之前我在拿这个 RAV4 之前我就已经开过 Corolla 还有 Camry 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新一代的这个 TNJ 底盘 这两台车它们开起来都稍微偏向运动化一点 但是这几天和这辆 RAV4 相处下来了 我觉得这一辆 RAV4 它的这个底盘的设定 还是比较偏向苏星星靠拢 就是和以往的 Toyota 车款一样 就是你无论你是过黄线也好啊 行经那种不平坦的路面啊 还有甚至是飞盾也好 它都能完全过滤掉路面上所传来的这个震动啊 还有就是任何的这些不舒服的表现呢 它都完全是做到很好的 简单来讲这一台车开起来 还是像以往的 Toyota 这样 就是有一种坐向飞行的感觉 这样子 有一种坐着 Cruiser 的感觉啊 但是在带来一个这样 偏向舒适性的这个悬吊设定的同时呢 因为这一台车它有这个 TNJ 底盘 这个就是它发光发热的地方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底盘其实是高刚性 然后低重性 讲到先讲这个重性啊 其实这台车我的这个驾驶桌子 还是偏高的 相比起 Corolla 还有 Camry 它还是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呢 我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辆车的这个车体 它的这个架构是非常的 Solid 很硬的感觉 非常的一体化 整个就是感觉很扎实 也因此呢 当你在做高速过完的时候 尽管有那个车勤 可是你还是感觉到这辆车很稳 整个很稳定的感觉 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前面有个碗 OK 没有车 这辆车完全是整个很稳定的这样子过 甚至其实那个车勤哦 都不是很明显 它只是那个 抛物力因为那个悬吊的设定的关系 稍微有一点点明显 就这样而已 这辆车所使用的这个原装轮胎啊 也是一个普通的 SUV 车胎 并不是什么新轮胎 其实我在过完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听到 这一个轮胎已经发出惨叫了 但是 坐在车内的我还有我的乘客 其实都感觉到这辆车 是完全抓得住的 它没有那种要翻掉的感觉 它的这个方向盘哦 还是很精准很紧凑 整个就是很到位的感觉 这个和我之前开 Camry 还有 Corolla 是一样的 我相信如果这个 它的这个轮胎啊 换成一个可能换成19寸的轮圈 再加上一个性能比较好的一个轮胎的话呢 这辆车的操控 应该会很好很好 前面有一个很紧的 左右弯 它的这个车尾的响应很快 车尾和车头的响应非常的快 整个就是很紧凑的感觉 虽然说这辆车的这个体型很明显真的是蛮大的 我甚至觉得它比这个 CX-5 还有 CR-V 还要稍微再大一点 但是它的整个体态是非常的灵活的 有一种刚才在过这个这样子的尖弯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开着 Hatchback 的感觉 我现在是 80 多接近 90 过这个弯 这台车真的是给到我很大的这个景色 过盾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说飞盾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自动 这辆车的这个刹车 它的这个行程哦 这一回和我之前试开过的 Camry 一样就是 整个是很平稳很 Progressive 的这样子停下来 它并没有以往日系车那种很典型那种点头的感觉 而是整个比较就是很 Steady 的这样子很沉稳的这样子停下来 这个就有点类似 OC 车的调教 其实我现在是跟家人出门 然后就决定坐在后座试一下这个 RAV4 的这个后座的乘坐感受 相比起前座啊 前座我是觉得它的这个 Position 有点高 定位有点高 但坐在后座呢 我就觉得它是有点比较沉下来的 感觉上会比较像是做那种房车 而不像是做这个 SUV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桌子呢 坐长度的话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比较舒服一点 我的妈妈也是讲它的这个座椅很软 然后就很舒服 所以这辆车呢基本上就是 还是有维持到 Toyota 一向来给人那种很舒服的 那个印象 那这辆车呢其实 虽然感觉上很大辆 我坐在后面我也是觉得哇 这辆车很宽的感觉 可是它的这个后座的座椅呢其实还是蛮窄的 它的这个座椅的设计啊会让你 就这样不自觉的是这样靠着这个中间的乘客 那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三个三个算是成人啦 就这样子并肩坐着 其实现在市场上C7 SUV 通常在这个肩盘管转方面 都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 RAV4 我觉得它会稍微比较宽一点 因为它旁边这边其实是还有空间的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坐过来的 其实我们压轴人通常都会像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都会后面坐三个人这样子 那这个中间的位置呢 我觉得这辆RAV4 就是很典型的日系车 所以中间这一边啊 我看到我妹妹是这么满舒服的 是满舒服的 它的这个座椅是平的 所以中间的这个乘客呢 不会因为那个座椅的设计而做到比较辛苦 我觉得这个位置坐长途的话 以同间 SUV 来讲 我觉得这个中间乘客 它应该会比较想要坐在RAV4 里面 那整个乘坐的这个舒适性我是觉得 整个感觉是就是很平衡舒服 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好像可能跑高速的时候啊 我就会觉得因为这个太过软的悬吊 然后加上行程 稍微比较长的这个悬吊的设定 就会稍微比较不稳 有点不稳的感觉 然后这个车身的侧倾 侧倾还是有 Body Road 还是有 然后可能你在一些 比较波浪的路段的时候啊 开快的时候啊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 来这样子 有点坐船的感觉啊 全新的Toyota RAV4 2.5 在我国的售价为 215,664 令吉 5毛 那这个售价呢 是这个销售税 豁免之后的价格税 才会那么特别啦 很多人就会讲 哇 这个C Semi SUV 卖到 20多万那么贵啊 其实原因主要是有两个啦 因为这辆车如果你是在税务之前的话 其实在Langawi 的价钱 它是比同级对手还要稍微便宜的 可是 因为这辆车是Fully CBO Import from Japan 就是从日本进口 加上呢 它的这个排气量比较大 在这两大因素之下呢 让它的这个税务方面啊 就比较不占优势 也因此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钱 但是如果你问我这辆车啊 卖那么贵会有人买吗 我觉得会 我那天刚好搭GRAP 的时候 就叫到一辆Toyota Vios Full Spec 的 然后一路上就有跟司机聊天啊 那个司机就跟我抱怨这辆车的 这个不好啊 那个不好啊 我就很好奇问他 既然你闲东闲西 为什么当初你不选它的同级对手呢 它给我的答案是 Toyota 嘛 怎样讲都是比较耐用 比较没有那么麻烦 这个就是重点了 Toyota 在我国多年经营之下 已经建立了耐操耐用的这个好口碑 加上还有一个重点 我个人是觉得是重点啊 那就是它的妥善率 因为它的这个售后服务啊 在我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好 基本上你买一辆Toyota 的新车啊 头五年七年甚至可能十年啊 你都不需要什么去操心 它不会带给你太多的麻烦 加上这个售后服务方面啊 你回它的这个原厂的 Service Center 它给你的服务也是很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选购新车的时候啊 第一个念头一定会闪过Toyota 这个牌子 那加上呢这一台车啊 其实是导入了Toyota 许多最新的法宝 像是和Lexus ES 一样的 Dynamic Force 动力组合 以及 TNGA 底盘 还有就是最新的Toyota Ci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加上这个非常出色的空间表现 以及尾箱容量 还有就是蛮有乐趣的一个驾驶体验啊 所以这整个package之下呢 我觉得这辆车其实是值得这个价格的 就不知道大家在看了今天这个试驾影片过后呢 对这个RAV4 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试驾节目再见 拜拜